而這個年輕人 到了2004年 在那個之後的日子 奧巴馬就聘請了他 姓威 他身邊的一個speech writer 他出來演講的時候 那些演講稿 就是出自這個年輕人的手筆 2004年 一個23歲的年輕人 當時他的責任 就是在美國民主黨大會 他要檢查所有上台演講的嘉賓的廣告 他要確保所有廣告的主題 都是有關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而當時其中一個演講嘉賓 就是奧巴馬 而奧巴馬在當日的speech 就是我第一次認識他 而這個speech 是對奧巴馬的前台非常重要 因為有很多人說 那天2004年 這個convention 是令到他贏到 四年後 2008年一個總統寶載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演講人 當時這個23歲的年輕人 叫做 John Ferru 他走進去 看到奧巴馬在後台 他說 Mr.奧巴馬 你的演講稿 有幾段要改一改 然後奧巴馬這樣看著他 他說 你肯定 因為當時奧巴馬已經在彩排的稿 第二天就要出場說 他說 yes 就是這個speech 剛才說過 令到奧巴馬變為 今天大家都認識奧巴馬 而這個年輕人 去到2004年 在那個之後日子 奧巴馬就聘請了他 姓威 他身邊的一個speech writer 他出來演講的時候 那些演講稿就是出自這個年輕人的手筆 是不是很厲害 各位朋友 23歲 成為一個總統候選人的一個演講稿的寫手 跟著他在奧巴馬身邊 八年時間 為什麼這麼重要這個故事 就是你見到有很多的朋友 他會令到自己是停滯 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太年輕 又或者太無資源 又或者太無經驗 又或者太無人物 令到他不相信自己會成功 但是John Faru這個例子 正正是打破了所有的人 對年紀 對他的背景經驗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沒有因為自己太年輕 而不敢做他剛剛所說的事 你幻想一下 一個23歲的年輕人 剛剛大學都未畢業 他要跟一個將來的總統 布拉克奧巴馬告訴他 你這個演講稿 有某一兩段你要改 那種的勇氣要多大 你見不見到 所以不要說你自己 有沒有什麼背景 有什麼人脈 有沒有什麼學歷 其實通通都不重要 是你多有承擔 有多想做到 你想做到的事情 不要讓你以前 或者你的出身 是拖累到你的將來 這個是不值得 也是不需要 我現在所做的事 我不是讀這一行的 亦都不需要的 是吧 奧巴馬 他之前都未做過總統的 他是個律師 但是做總統 所以 你要跟自己講 你的將來 可以跟你的以前 或者甚至你現在 是切斷的 你可以成就 所有的事情 只要你相信 還有你肯給血汗 給時間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對 不要管你身邊的人 說了什麼 因為他做不到 你將會做的事情 所以他會給你很多噪音 聽你自己 記住這個故事 當你下一次 有任何挑戰的時候 你會記得一個叫 John Faroult 一個23歲的年輕人 成為一個 總統的 speech writer 原來是可以的 所以 你也是可以的 好